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已經宣布退役的伊巴謙莫域 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談到了自己退役後的生活 以及一些關於A.C.米蘭的話題 被問到關於退役後的生活 伊巴謙莫域就說 我感到非常放鬆 這一點令我感到意外 以為我沒想過會那麼放鬆 我以為自己會更加有壓力 但剛剛相反 這種感覺很微妙 在被問到關於告別賽的話題 伊巴謙說 我需要花一點時間 讓我們拭目以待 我至剛剛退休三個星期 說不定我可能會重返賽場 有些事你永遠都不會知道 說不定在下個月 你就會見到我在A.C.米蘭的 一賽前集分度亮相 當被問及關於A.C.米蘭解僱馬電尼的情況 伊巴謙說 我並不知道具體發生了些什麼 我為馬電尼感到很難過 因為他是A.C.的標誌 我很自豪 有人希望我以另一個身份 重返A.C.米蘭 A.C.仍然在我心中 亦都說明了 我在這家球會所做的一切 留在大家的心中 我是阿斌 多謝各位收聽 好球不等人 馬上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